运球就快要扣住 战术就学Coach Lo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卢鱼 Coac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未来是你的 2007年NBA总决赛 马斯以王者姿态 哼扫勒布朗带队的骑士 随着比赛结束 马斯领袖在勒布朗耳边低语 向他说出了这句话 其实这话隐藏着另一身意 现在是我的 勒布朗期盼着未来 前去迈阿密 组成了不可一世的三巨头 如愿拿到了人生第一座总冠军 就当勒布朗在13年总决赛击败马斯 以为他的未来已经来临之时 2014年总决赛 马斯在邓肯率领下 在热火头上再多一贯 我很想知道勒布朗当时 是什么样的心情 历经11年失地 苦练背身技术 本以为可以开启 属于自己的王朝时代 却狠狠地栽了一跤 好巧不巧 又是邓肯击败了他 那一年邓肯38岁 虽然年迈的邓肯在攻防两端 已经不再具有年纪的统治力 但我们依然会惊讶 经历长时间高强度身体对抗 内线球员的篮球生涯 不是都很短吗 无论鲨鱼奥尼尔 还是姚明 他们的巅峰期都很短 实力下降也非常明显 为什么邓肯却不受影响 这部影片就让我们来看看 邓肯到底凭借哪些技术 占据NBA历史第一大前锋的殊荣 在我说的邓肯是历史第一大前锋 可能有些人会很惊讶 场缺19分 10.8篮板 看上去也就平平无奇 为什么邓肯会成为毫无争议的 历史第一大前锋 观看数据 我们无法感受到邓肯的伟大 不仅处于数据被打压的时代 我们要知道 邓肯一生都在以团队至上的马斯 这个队伍体系 不允许有太过荣耀 球权高度集中一人的存在 但这意味着邓肯没有砍高峰能力吗 1998年邓肯在季后赛出自修上 砍下了32分10篮板 两季火锅 其中第四节一人爆篮18分 1999年 进入联盟第二年 十年23岁的邓肯 就率队拿到马斯史上第一座总冠军 从决赛 邓肯场军数据是27.4分 15篮板 外加2.2次分干 三年级的邓肯 在面对卡尔玛龙时 爆砍46分 14篮板 2001年圣诞夜 又在诺维斯基德劳头上 封砍了53分 他可以拿高分 也有拿高分的实力 我们可以发现 邓肯拿高分情况下 对面球队都会有一个巨星 当球队依靠团队体系就可以取胜 邓肯就会隐身 默默赶着自己的工作 当球队停滞不前 没办法打负僵局 他就会站出来 不仅是进攻 邓肯在防守端影响力 也没有因为最佳防守容易的加持 被严重低估 在马斯拥有他19年里 他们经历过数次跌宕起伏 和人员流失 但战绩 从未低于过50胜 这19年 马斯不仅没缺席过一次季后赛 我们要知道 其中的14年 他们的防守效率 没跌出过联盟前三 邓肯作为内线之处 存在于场上的价值 是无法用数字去估量的 我们或许能理解 邓肯之与马斯的意义 队友可以肆无忌惮打传切体系 伦纳德可以在外线 用死亡缠绕 毫无畏惧地私钥进攻 反正我没有邓肯 还需要担心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邓肯作为内线最好的球员之一 他的技术究竟强到什么程度 对于内线球员 他们最强的技术 体现在以下几点 篮下卡位 篮下脚步 篮下进攻手段多样性 你们会发现 篮下的进攻 并不像外线一样 打开大合 像这种情况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防守在干什么 邓肯空位就出来了 但有些人会惊呼 邓肯真的太强了 他究竟强在哪里呢 我们就从这回和邓肯卡位 细节说起 当邓肯和防守 发生身体对抗 你们会看出来 防守的身体 是向左侧发力 随后在邓肯与他卡位 西间 突然向后扯了一步 你们看 邓肯抓住了非常好的机会 而防守没有想到 邓肯会后撤 他的力量用作了方向 自然挤不过邓肯 我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 去描述这个回合 解 内线球员技术性的身体对抗 永远不是直接冲撞 而是解 我们再看一遍 邓肯在第一次身体对抗时 他的双腿距离很近 当他后撤一步 完成一次半转身时 我们注意他的脚步 突然横跨一大步 然后防守的身体力量 突然和邓肯不是一个等级 后撤了相当大距离 这里原因是 内线技术性身体对抗 是对空间的占领 而不是简单的蛮力冲撞 他的空间占领突然变大了 紧接着 身体跟随左脚方向移动 用臀部 背部 肩部 三者同时发力 将防守挤出自己的空间 防守也就完蛋了 我们慢速度看下这个画面 你们看 邓肯不是双脚同时向后蹬地聚集 而是先用左脚向前迈一步 占领空间 身体跟过去 再迈一步 再移动身体 这个篮下卡位 投篮机会自然就出来了 永远是脚步行动 身体在动 而不是像背打一样 一起启动 并且这种脚步细节 邓肯会将其融合进 低位背打技术之中 左脚先占领空间 右脚跟进 身体的三部分同时发力 挤开防守 你们会发现 我好像过于夸大这些细节 这就是简单的脚步而已 内线技术就是这样 形式上远没有外线丰富 但每个细节 都要掌握得无比精密 我们可以记住一句话 越简单的东西 反而越难 邓肯在内线如此出色 是因为它每个细节 处理得几乎完美 就像这里 我们防守内线会喜欢像KD一样 将手放在进攻的腰上 邓肯会完成向进去方向转跨动作 KD的双手被带向左边 于是邓肯就开始被打 因为空间出来了 KD也只能向后退 等到邓肯起跳抛头 他才意识到自己 已经退到这个位置 这回合来看 邓肯就是完成一次转跨动作 但不得不承认 这种小细节技术非常奏效 当然 不仅仅是这些细节 邓肯进攻手段非常多样 他可以中距离投篮 可以45度打板投篮 可以抛头 甚至远一点围着抛头 勾手 只要进入中距离范围 无论是哪一个角度 都是邓肯的得分区域 但作为最伟大的内线球员之一 光靠个人进攻还不够 他还是当时那个进攻环境下 最好的映侧中轴之一 拥有着内线球员中 最顶尖的中攻率和失误控制率 但这些东西并不像得老的金鸡独立 狼王的翻身后仰一样 让我们印象深刻 好像邓肯没有什么特别致命的武林招式 他就是靠这些朴实的技术 达到对手手足无措 他在低位进攻的表现 就如他的称号一样 概括起来就两个字 扎持 而这些东西 也是他即便到生涯末年 早已不再具备巅峰时期运动能力 仍能帮助球队提升的根本 伦纳得两次最佳防守荣誉 值得我们称赞 但也别忘了 正是因为他身后有一名叫蒂姆邓肯的大个子 他才敢这么放心地 将自己身后毫无顾虑地托付给他 最后 让我们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 蒂姆邓肯究竟强在打 确实如此 如果丹论某项特定领域 你想找到一个比邓肯更优秀的人 算不上难事 丹论进攻火力 他不如得了 丹论防守荣誉 他没有像狼王那样 加盲过最佳防守球员 丹论生涯数据累积 卡尔马龙才更想是这个位置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而邓肯优秀在于 他能将这一切完美融合 能在低位强攻 能做中轴硬侧 能破坏对手的防守 也能通过自身出色的防守扭转乾坤 我们有没有想过 当我们把历史那些所有球员 最出色的能力拿出二分之一 全部融合在一名球员身上 他会处在怎样的层次 蒂姆邓肯就是这样的球员 在实现个人成绩同时 带着队友 与马兹一同登向19年巅峰 他不会经济独立 但他比德老更具有地位破坏力 他不像狼王一样灵活 但邓肯近期的狐狂能力 不是狼王能相比的 一个外表看似平平无奇 却总能让人回味无穷的传奇巨星 这就是蒂姆邓肯 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前方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 感谢观看